去吃药 吃药的话可能会好嘛 他的意思是 可能要吃药会慢慢好 但是 我当吃 有那个时候我 我在医院里面 开了药 你说15天 就两千多块钱 像我们农村里面真的受不了 我在东边西边去借 借了之后把这两千块也吃了肉 怎么说呢 不够 还是要去 我当时的时候 我还是吃了药 时候有感 有 查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了 但是 神奇发明也不行 所以说 导致了一直这样 没事 你这个 你这个事我这样讲的啊 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吧 当然了 说 也是说 自己要 坚强起来 自己 能够管理好自己 就是说 自己去打拼 去挣钱 这个 可以放 都无所谓 当然以后科学发达 自己手上有钱的话 当然说 三两年 如果说自己能把病治好 做成家庭以后 自己能有自己的孩子 当然是最好的 当然 你说什么事 都是自己能够如愿的吗 也不是 现在咱 咱这样的 先把第一步 咱们能够做好 就是走出去 先走出去 第一步先走出去 不要再回到自己这个伤心的地方 走出去以后呢 第二步呢 就是从社会呢 自力自强 多学习 这个 多掌握些这个 社会的生存的技能和技巧 就是说自己能够有这种 这个 办法能把自己生存下来 是吧 这个是最主要的 至于后面的这些事情 一步一步来吧 走一步看一步 考虑太多 确实脑子也 也装不下那么多东西 对 现在 现在你说的也对 前面 最不乐话 我现在有一点思路 又想出去了 但是 嗯 第一步先先先走出去 咱们咱们把把事情简单化 越简单越好 你想的太多了 你说呀我出去以后 我以后结婚什么的 不想那些事 自己先自己先出去 先做一个独立的女人 自己去打拼 去挣钱 对吧 拼本事 我相信 咱们肯定能够挣 肯定能够比在家里强 心情也肯定比家里好 是吧 我明白了 大概都是我 我都明白了 一说今晚上 今晚上的话不行 今晚上就没事 反正我号码 那他不可能就是天天的管 缓得住天天看我嘛 我可以慢慢去投 投出去的 但是第一 思想的话 我肯定不可 不可能跟安哥一起走的 因为我跟他一起走的话 我会导致了影响他 我那边 会找到他麻烦 就是啊 说怎么怎么样 每天都会 就是 闹 在他那边闹的话是 我心里过于不去 我自己的话 可能我有这种想法了 但是我 我想的是 后面 我不跟他一起走 我慢慢 自己 去穿业 自己去走出去 试一下 反正 反正我现在那么大了 我自己能 可以的 反正 还不想就是拖累他 就更好的是 我 我希望跟他一起走 因为 我觉得我跟他一起的时候 我 我压力没有那么大 我感觉 我 就是 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 我想要 就是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对我那么好 买 吃的 买一种 然后我 真的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直 他在我身边 我确实是 他这个人 特别特别好 安安哥是 对我很好 因为 我 我跟他 接触之后 他的人皮是怎么样的人 我都知道了 自从 他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他 这个人 很好 特别好 值得去交个朋友 所以说 会忘了这个朋友 我也不可能 把他的 联系方式 删除了 联系方式 之前是删除了 因为是被 被我 我后妈的儿子 删除的 他说 意思 我联系他 然后他就 跟他 我就是我后妈说 我后妈 都又 直接把我 杀一巴掌 我回去的时候 之前 我刚好那个时候 在外面直播嘛 然后被我 他 看见了 他直接把我 杀一巴掌 我那时候 我心里很难受 被 我后妈 我一起被他 删除了 后面 安哥 后面他就慢慢找到我了 之后 他把我的 微信也交好了 他说 两天 两三天都没跟我说话了 他当时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以为 他 他 就是我以为 微信被我删除了 后面被我删除了 他不想理我了 没找我了 我是这种想法 我还有 我还有 当时 他说 他 后面 我 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说 我没有 就是 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 两三天的时候 他都没理 他也没找我 我以为 他这个人 就是不想 不想把我 当这个人 做朋友了嘛 但后面 他找到我的时候 他说 他早就想到了 结果是这样子的 哎 觉得这个人 挺好的 跟他接触 那么长的时间 人也好 心也好 什么都挺好的 我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 我上线的时候 他一直在安慰我 就像龙神哥 你一样 你也一直在 就像自己爸爸一样 也安慰我 就像我粉丝 他们也 也是我粉丝 但是 就像我一家 我家里面人一样 比起我号码 比我号码好多了 真的 所以说 这样子 这样子 阿吴默 你刚才说的也对啊 你先出去 前期呢 就是说 先不跟这个 安洁联系 怕连累他 你先出去 先把工作安稳下来 自己能做 还有 你感到特别郁闷的时候 或者 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你就开直播 跟家人们多诉一下 这个也可以排解一下自己的这个郁闷的心情 是吧 毕竟还有这么多家人在后面支持你 所以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所以现在的话 有这么多家人 咱什么也不要怕 最终就是 第一步一定要走出去 你知道吧 至于以后 能跟谁走 真的能走到老 写 这个 能够走到最后 走到这个 婚姻殿堂 这一步呢 那个是后话 先不考虑那么多吧 必须要先走出去 反正有什么事情呢 需要 自己有地方 那要是拿不准的话 就开直播 有家人们来给你出主意 多听听家人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 把你带到沟里去 是吧 他毕竟说 税务在的呢 经历也比较多 以后 我有什么烦恼呀 我就在主题里面说的 我之前真的什么都不懂 都是安美 安美他就了 我 我也知道这个有这个网络 然后最后 是安安哥在我身边 他说什么 又加入粉丝团呀 关注你了 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你直播间里面看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说 你直播的话 还可以让就是 找他们可以卖 卖货 不正确的 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个网络真的很好 然后也有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们安慌我 就像我比起我家人 比我家人还好 所以说我觉得 嗯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我这个认识了 这些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真的 很 特别特别 很感动 然后 没有这个网络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认识你们 所以说 嗯 老天也是 对于我还是挺好的 能够认识你们 就是我的優秀 真的 啊 就是 我听了 出来的 就是 我觉得阿 阿吴摩你刚才说的那话说 说的特别好 你刚才都要关了吧 太凉了 开店都炸不起了 那个 说的特别好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尽量不要求助于亲近的人 嗯 到外头去自己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说啊 求谁求谁 不要不要求 嗯 先自己找工作 自己去 去打拼 你知道吧 咱说行的话 别人也不欠咱 咱 咱也没有什么 呃 需要 需要别人去那么 呃 怜悯自己 一定要自己先坚强起来 把这些事情做好 嗯 你记得这句话就行了 不要说 哎呀 谁谁谁怎么怎么着了 现在怎么怎么怎么着了 我 我需要他怎么怎么帮忙 需要他怎么帮助我 这个没必要 你知道吗 就自己也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对 就像 你们说的也是 就像你说的对 那直播间粉丝 呃就是叔叔阿姨们 他们一直说什么 找找求帮助 我真的我一点都没有想过 因为自己能自己可以的话 更好一点 不能一直就是依靠别人 能自己啊 找着找得出去 那就是更好 啊 你自己如果你是更不 啊 如果你实在不行了 再去瞧别人 对 最关键的时候 假如说确实活不下去了 嗯 确实有那个坎不行的话 你可以求助于这个自己 比较不错的朋友 来帮一下 嗯 现在自己有所有脚的 能做的事情 咱不去求人家 你知道 因为啥 你求你下面要真有困难 再求人家 老求人家 咱说实话 这个事情就是说 只能显示自己无能了 你知道吧 嗯 咱还不至于到那一步 是吧 对 所以说 嗯 你说路实哥 你说的也是到你真的 谢谢你啊 大概 不用谢 不用谢 嗯 不用谢 都是我明白了 嗯 现在的话 今天晚上也走不了 但是明今晚上我再思考一下 好好想想 对 思考一下 可以的话 嗯 不联系安安哥 然后我再自己出去 然后再穿 穿一下 嗯 这样也挺好的 嗯 那就先这样嘛 我也 对 这点了 我也想 睡觉了 因为 嗯 啊 睡觉 啊 睡觉之后 还是自己有思考也挺好的 然后 对对对 我多想一想 对嗯 我再多想一想 嗯 一定要组件啊 自己一定要组件 不要不要听别人 听听家里人一句两句的 你就考虑自己 你就想我自己 我应该怎么样过好我自己 嗯 我这样能把我自己过得更好 就考虑这些问题就行了 好 嗯 明白了 反正 我也会看了你们这些一直跟我叔叔阿姨给我打字的 我都看到了 嗯 那个还有一个啊 嗯 那个谁阿姨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那里面你给我设了一个什么管理员啊 是吧 管理员最好设别人我这一天忙的要命 找我 嗯 好可以 嗯再设一个别人吧 叫他管理管理 好 因为因为我这边有好多事情有的时候 嗯 嗯 是忙不过来 别别让人家粉丝等时间太长了不合适你知道吧 到时候群里面都是立个规矩到时候 嗯 看看怎么弄怎么好吧 是吧 嗯 嗯 毕竟这些他们要加群的人都是呃 关心和爱护你的家人 嗯 嗯 因为我现在也有家人了呀粉丝团里面有三四十个人了 对对对对 嗯 关心我很 啊我奇怪怎么怎么样了一直在那里关心我 我知道 我当时的时候我看了手机的时候 我心里很开心 嗯 那么多人 连床量我妈妈都没有这样过 但是他们就像我家里面比我家里面还好啊 那么关心我 当时的时候哎呀我 就是感觉我心里就是 心里说不出来那种很感动 然后想哭的那种 他就是这种情况 对对 很好 一样肯定是这些家人一定会陪伴你的 至于困难的时候家人肯定会在你身边陪伴你 以后你走好了 嗯 都是家人们希望的知道吧 我们这些家人不需要你 嗯 对我们家人有什么回报 只要你走好了就是最大的回报 嗯 嗯 好不好 谢谢你们 不用谢啊不用谢 那就这样你晚上好好想一想 然后呢 自己看怎么做 嗯 不要妥当 嗯 尽快尽快的拿出自己的主意来 好吧 嗯 那这么说好不好 嗯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可以认识你这个叔叔啊 也是就像我爸爸一样的嘛 对对 没事 只要你好 我们都好 我自己不明白的时候也可以听你意见啊 也提一下这个粉丝们意见嘛 对对对 行 好 好 好 那这么说啊 就晚安了 好好好 再见啊 好嘞 再见 好 然后要教叔叔叔吧 嗯,好,以后就要叔叔 好,我知道了,家伙们 好,我今天往上思考一下 思考了之后,我会回答你们的 因为你们就像我家人 你们就像我哥哥姐姐 就像我亲姐姐妹妹呀,弟弟呀,哥哥呀 还有叔叔呀,阿姨呀 嗯,就像自己爸爸妈妈一样的 嗯,真的,谢谢你们 那么关系我,那么鼓励我 真的,谢谢你们 家伙们,真的,没有你们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谢谢你们,还,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你们,然后,我会经查以后 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用这个号来直播 然后,告诉你们 我会告诉你们 我会告诉你们 然后,你们还没关注我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嗯,就是帮我关注一下 然后还没加入粉丝团的 嗯,帮我加入粉丝团一下 嗯,真的,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感谢我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的关系 鼓励,谢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话 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今天你们说了之后 我都有一点说通了 真的,所以说 路神,就是路神,路神叔叔嘛 他也是,没有他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毕竟你们知道 还有路神哥,知道 路神哥叔叔也知道 啊,真的 谢谢你们 如果你们喜欢阿姨 的话,你们也关注我 然后加入粉丝团 我都会在直播间里面 跟你们说的 我今晚上会 睡觉之后会思考 思考一下之后 明天想好了 我再跟你们说 啊,家们 可以吧,家们 然后,嗯,我 我就先这样了 下播了,然后 我睡觉的时候再思考一下 家们,然后我就 下了,下了 你们还没加入粉丝团的 就加入粉丝团 然后还没关注我的 就关注我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感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然后,大家都是晚安啦 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给你们晚安啦 晚安 嗯,我先不会联系阿姨哥了 就是,我后面再想吧 嗯,现在这样联系他 連累他也不行 所以说,现在的话 暂时不联系他嘛 嘿嘿,加油 谢谢啊,谢谢啊 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关系啊 痛死了,我有 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谢谢啊 哈哈哈,谢谢,感谢家儿们 谢谢,我下了啊,家儿们 晚安 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啊 我有时间,我都会用这个号 会给你们直播的啊 晚安,家儿们 好,我明天买的药 就是这里,不知道 就,后面是 我自己也看不到 在这里,痛 明天我买的药 晚安,拜拜 再见 嘿嘿,我下啦 快坐 快去吧 那 reconnect